大家好,我是崔明依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孕婦必須要用非常溫和 但是你還是想要漂漂亮亮的 你可以參考今天的影片 因為今天的影片介紹的東西全部都是 植物性的彩妝這樣子的 好,今天就要分享給大家 然後我也是自己去買了一堆回來 首先是韓國這個牌子 之前在韓國的時候我竟然都沒有買它的品牌 然後它在台北有專櫃 我現在好像跑去板橋 什麼大圓白之類的,忘記了 然後呢 它的品牌它叫做Sumi 它是來自韓國的自然發酵的保養品牌 然後它的品牌中有個37度 代表人體的體溫 是酵母發酵收成的溫度 而且它所有的東西 它都是用植物做的 台積,它的根莖,葉花,果實 所有的東西 然後做成的保養品 然後還有它的彩妝 對,所以它的價格其實是不便宜 但是就是非常的厲害 然後再來就是我買了他們家的唇膏 因為我不想要太沒有氣色 它的價格是980塊 然後呢 它的唇膏厲害在哪裡呢 它是從發酵的花朵 還有積雪草 還有虎杖的保濕潤澤成分 它是用花朵來做的耶 怎麼那麼厲害 然後顏色有6個顏色 顏色都不會太過於激烈 對 再來是BB霜 BB霜又沒有特別講了 但是就是厲害的 然後 然後我買了他們家的這個 空氣感光樣金屬氣墊粉餅 這個價格是1680 然後它是有液菌的設計 走一個非常植物性的路線 然後首先是這個蘇蜜的BB霜 然後用它的BB霜 它的BB霜其實沒有分顏色 那時候我其實是想買他們家的粉底 但他們家粉底顏色太小了 然後顏色我擦起來完全是不OK 所以我就沒有買 後來就買他們家的BB霜 他們家的BB霜其實顏色我也沒有非常喜歡 它擦起來是灰灰的 有點灰灰的 好 但是過一陣子時間 它會比較自然一點點 對於我的膚色來說 我覺得擦起來會有點灰 有吧 灰到不行吧 好 但是它過一陣子會比較自然 我們也要相信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是氣墊 氣墊 氣墊1680 然後它還有 好香喔 它幫我噴香水嗎 它裡面這個是這種壓的方式 那其實這種壓出來的氣墊 抗菌力也會比較好 如果你是一個肌膚正在處於敏感 或者是 可能要很害怕細菌的狀態的話 其實這種壓出來的狀態會比較好 然後記得就是 如果你是 非常害怕細菌的狀態的情況之下 或者是就是有潔癖之類的人 你就是 不一定要這個東西 你可以用手 但是記得等一下一定要擦喔 你一定要特別的再把它清乾淨 然後在臉上 我今天只是要試一下顏色給大家看 它的顏色 也是有點灰灰的 但這已經是最好的顏色了 然後這顏色是01 說明他們家的底妝啊 因為他們家 好吧 之前也沒有特別的人在推底妝這件事情 所以說 我覺得他們家的底妝就是顏色的部分 我會比較 沒有那麼滿意 但畢竟選擇沒那麼多嘛 所以就講究的用吧 好 如果你是 孕婦啊 或者是在治療 或者什麼之類的 你想化妝 但是又怕用到化學成分太多的 那個 彩妝品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這個品牌 但這個01的顏色 它就是一樣是走灰系列 但上薄薄的應該還OK吧 中筆臉色好 你差好看吧 有中筆沒有好 是不是 好 然後再來是他們家的唇彩的部分 他們家的唇彩是這樣子 一隻一隻的 然後我買了三個顏色 是有多怕呢 醜啊 好 我買了四個顏色 我好瘋狂喔 然後這一支是900塊 趁週年限的時候去買 首先是01號這個顏色 他們家的唇膏 這是01 01 對01的顏色 我覺得他們家的唇膏 其實表現就是普普通通 但是他們就是天然的一個路線 所以就是必須支持 然後這是03 03的顏色 偏 比較橘色 他們家的唇膏對我來說比較偏乾 因為我嘴巴很乾 大家知道 然後這是5號 這是5號的顏色 這是4號色 這是4號色 我覺得除了1號色比較系列之外 其他顏色都是 帶有一點透明感的啦 我覺得就算是素顏 或者是沒辦法畫很濃妝的話 其實擦起來 應該也不會太難看的 好 就重點就是 沒有那麼滋潤 但是尚可接受 然後第二個 日本的這個 Nature Grace這個品牌 為什麼會有名 它就是連那個日本名模 木下優術 然後跟梨花 在懷孕還有哺乳的時候 都會用他們家的彩妝品來化妝 所以說 不管是孕婦 或者是在治療的朋友 都不用擔心 我們一樣可以讓自己 非常的漂亮 有氣色 所以它使用的成分 都是食品級的天然素材 像是有機的植物精油 天然的果汁 天然的植物 一些色素的部分啊 如果植物沒辦法調配的話 就會用天然的礦石來替代 所以它只添加自然的素材喔 所以說 他們就是 甚至他們就講說 他們的東西 就算吃進嘴裡也沒關係 對 就是一個 這麼棒的品牌 然後那時候我買了它的粉底 然後這個是二號色 超級輕 SPF有39 PA有三個加 30克的容量 顏色是二號色喔 但是算是還蠻白皙的 然後我覺得 它跟剛才的那個Suvie的 BB霜起來 哇 它也比較保濕 1號色可能更白 因為二號已經超白耶 然後它的白色是比較偏迷色的白 我覺得它還不錯喔 它保濕度還蠻好的 它推開來之後還蠻自然的 再來是它的唇彩 然後唇彩我買的是03跟02的顏色 很多名模啊什麼都會去用這個牌子 它顏色好激烈喔 03這個顏色 它是這樣子非常滋潤的唇蜜 我覺得很像 很濃厚的精華油 在唇上的感覺 不是那種黏黏黏黏黏的感覺 是很濃厚的精華油 而且它的顯色度真的蠻好的 那如果沒有血色的人 它這個應該就很好看 這一支是二號色 比較橘色系的唇蜜 然後最後一個品牌呢 同樣是一個非常天然的品牌 它是紐西蘭的彩妝品牌 Theramo 然後呢它是 就是大家想到這個品牌 就知道它是可食用級的口紅膏 孕婦也可以用的 然後在台灣其實 不是很好買 我那時候去問的時候 很多唇彩都缺貨了 一般的口紅其實是 油跟辣還有軟化劑 或者是一些有的沒有的成分 但是它的成分是 它是天然植物的口紅 然後這次很幸運的買到了一個 唇彩盤 應該是限量的吧 充滿感激 因為它的單支單支的口紅都非常難買 我想要買的顏色幾乎都沒有 它使用紐西蘭的天然的植物配方 不用任何的礦物油 還有動物系的原料 或者是防腐劑 人家說有香味欸 可是我沒聞到啦 它是一個這樣的很漂亮的唇彩盤 顏色都有 我好開心喔 我來試一下顏色給大家看 從這邊開始講 這個是06 這是17號色 這是08 然後這是20號 最旁邊這是11號色 總共有五個顏色在裡面 然後我來試一下它們的唇彩在手上 11號的顏色 然後這是20號 08 17號 06號 現在把我的原本的唇色 要一點點直接來試用看看 來試試看它們這個玫瑰色 玫瑰色是06號 我只要有多皮喔 但不是它們不錯啦 因為每次我只要一整天試很多唇膏都會這樣子 我覺得不會特別乾欸 雖然是植物性的唇彩但是 我覺得跟一般唇膏差不多 還不錯囉 好來來一個咬唇妝 好囉 覺得它的顏色還算不錯 所以我如果最近有這樣需求的人 身體非常的敏感 然後還是想要化妝 不想要太美氣色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使用今天我推薦的這三個品牌 可以去看看這樣子 對我今天介紹的應該蠻詳細的吧 好 或者是其實有些品牌也還不錯啦 只是我可能沒有買到或怎麼樣的 對 有些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吧 好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然後也希望大家的身體健康 對 好囉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千咪 掰掰 我之前去看大阪的櫻花 真的滿桑滿谷 超級美 或者是台灣有些地方 也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櫻花 然後今天我就要教大家一個 應景的櫻花眼妝 對 它就是